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提网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了一个配置相关的环境 包括发布设置日志 还有设备检测 你可以定义一些常用的一个投文件 常用的文件 方便我们使用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进入我们的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 我们分为四部分 启动页面 注册流程 用户中心和首页流程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启动页面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这是一个启动页面 它会播放一个 首先会播放一段的动画 然后动画完了之后 就一直在播放这个视频 这个界面有一个登录跟注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原型 我们今天主要是实现启动页面的一个动画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动画效果 我已经把它这个动画用到的一些 看一下 动画效果用到的一些图 其实就是logo 这些图连接起来就是播放的动画 就是我们优宝里面启动用到的一个动画效果 用到这些图 首先我们把它这些资源加到我们的一个 什么工程中 工程里面 这是我们的项目 我们把它放在images 直接加一下 我们的里面可以自己建一个 so521s 加进来 然后把我们的用到的资源了 考到我们resource里面 好 我们加一下这个资源文件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文件加下 好 我们资源文件加完了 我们其他地方我们就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 启动页面来展示出来 启动页面 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guide配置 好 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保证我们代码风格的一个良好习惯 好 我们这里边呢 建议大家用这个NNB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开发 好 好 这个get page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启动页 我们把它的风格改一下 这上面呢 首先它会有一个 evidview 这个就是播放我们的一个 播放我们其中页面的一个图 一个动画图的一个 evidview 然后呢 这上面可能还有几个按钮 大家登录注册 我们先实现这个页面 后面我们再把它设置一下它的auto layout 好 我们可以说一下 这个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文档 这两个按钮呢 我可以说一下 eco-wireless eco-hat 好 这里边 我们说完了 它可能有一些警告 我们把它给你呼启一下 我们加了两个简单的按钮 这样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对应关系 是一个back image 好 我们下边我们建立一个关联关系 这里边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一个所属的对象 back page 好 建立了关联之后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实现动画的一个效果 这里边呢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那我animation函数 啊 界面加载之后 我们就调用这个 就播放我们的一个动画 嗯 写惯了oz 我们要把swift的动画 直接调用就行了 啊 分号也不需要 这里边我们就实现一个播放的一个效果 首先呢 我们这里边 要加一个变量 我先写个foil 修怀 看一下我们这个 格式 那这个图片呢 是从零开始 然后一直到 还有一个数组 1到67 我们定一个数组 这个图片 我们要把图片的名称 我们要把图片的名称 我们再定一个啊 这个图片的名称 我们要把图片的名称 我们要把图片的名称 方便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特色化 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log 然后我们加上一个 有mark 这里边有一个index 这里边需要注意一下 0303d就是说如果它不满足三位数 用0来补充看里边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警告 我们这里边再定一个 这里边有的图片的名称 我们加到这个数族里 我们再定一个 images 我们再定一个 这个以内的呢 就等于 每一支内部 我们把它加到速度里边 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的一个警告 这里边我有一个测试的一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可以 好,我们这样我们就加完了 加完之后我们试一下 imension images就等于我们的一个数组 repeat count 我们试一下它的一个 是重复一次 reation 我们给它射成一个5秒 然后射完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动画进行一下播放 好,那么这样我们就键完了 键完这个启动页面之后 我们看如何来显示这个启动页 因为我们这里边默认显示的是一个系统的一个 这个面这个界面 我们这里边就不显示它了 我们这里边可以做一下更改 直接把这里边的 main install 我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边 这里边我们定一个函数 我们这里边就把我们的启动页来显示出来 好 这里边也可以规定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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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个window UI window 这里边有一个frame 我们直接把它烤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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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营一下 在编译的过程中我们看一下 动画播放完之后 要显示优博最后一张捞的图 这个大家可以去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看他在播放动画 为了方便期间 我们把它的背景图可以改一下 把背景的一个颜色给它改一下 看他在播放动画 动画完成之后 要显示优博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有可能可能大家不注意 可能会写错 我们其实直接可以在这里边 把最后一张图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再把它的风格改成Center 再运行一下 看动画播放完 这直接是显示优博 我们后边会直接在图的后边播放一个视频 后边我们会下一个我们会讲 大家可以去先熟悉一下 我们家的启动图的大概的过程 主要把它这些加上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